大家好 嘴哥 呃 刚从那个集市上回来啊 什么东西都没买 烙一身汗 一脖子汗 太热了 太热了 瞅着汗 特别闷热 就让我刚在当那大集上 然后嘴哥说 嘿 媳妇你快瞅瞅 三毛钱一双的袜子 一块钱三双纯棉袜子 我说真的假的 我没上跟前去 我们就从那边绕那集上有点弄了吧唧的 然后我说 肯定不是纯棉的 就是我们是还是属于就是比较理智 不贪便宜的人啊 我们就往里走 走走走我们从那边转出来 要出来了 转出来我就看 他们跟那围着 有一个阿姨他们跟那围着 对 今天我们给你们分析一下啊 这个事情 大家判断一下 这个属于不属于诈骗 或者说一种陷阱 一种欺诈 对 欺诈 大家自己琢磨琢磨 您的父母遇到没遇到过这个事 对 如果遇到了 怎么处理 或者 做儿女的 你也看一眼 父母 这个 叔阿姨们 你也自己琢磨琢磨 或者名誉名誉的 是吧 对啊 就是怎么回事 我简单概述一下啊 我从那过 然后其实我也是好奇 我说妈 我倒筹着这一块钱三双 一块钱三双 一块钱三双 我一看 嘿 真是纯棉 还不赖 我不瞎说 还不赖一块钱三双 我先说 我也弄几双 回去给老婆老太太穿 那纯棉那挺好的哈 我穿都行 然后 我过一回看 那阿姨那正买呢 买完了说 老太太还说 我那手机上没钱 我给你现金 人家说 不 不那个 不是那个 让您那个拿手机刷钱 您得那个转发一下链接 我们这做公益呢 然后老太太说 啊 怎么弄啊 然后当时刚捣过两下 老太太说 给你吧 你给我弄 你给我弄吧 我这我弄不好 然后人家就手速特别特别快啊 一看就是长期感觉 连复制粘贴 再转 再弄各种群 各种朋友圈 各种什么 这那 一溜 就手速特别快 但是啊 老太太那个手机并不快 但是我说 手速挺快啊 就是说实话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某某某某某某某种某 这某某某 这某某某 然后 弄的一种什么 它是一段文字 加一段链接 嗯 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这事是我 我我知晓这个事情 对对对 我身边的一个什么亲人 一个什么朋友 对对 怎么样 现在家庭 呃有有大病啊 有重病啊 这这怎么怎么着的 就是大概都是这种的啊 对 就是说 希望大家就是帮助一下 捐款捐捐什么的 就是这这这意思啊 然后转发朋友圈了 然后 实际上这袜子一块钱三双 人无所谓 你花不花这一块钱 甚至 你没有这一块钱 你只要把这转发了 人家给你 知道吗 然后人家这意思 你不转发 你给我十块钱 我都不卖你 明白这道理吗 对 就是我们这事在做公益 所以说 最主要老太太说 以前遇到过那个 零卫生纸 别人在 别人也帮腔 他这样说 不是 哎 老太太说 这我都闹过 对 以前我也闹过 你就像我这朋友多 这 你转出了他们都 都那个 No 支持 有的捐五十捐一百的 全捐 这那的 他们都相信我呀 这是了 这是这老太太亲自说的话啊 所以说 大家觉得 他这袜子到底花多少钱买呢 他没有买单 这袜子到底是谁来买单了 您遇到没遇到这种事情 免费给您卫生纸 对 鸡蛋 洗衣液 洗衣液 还有什么那种 各种各种东西 大毛绒玩具 对 嗯 让您转发这种链接 就是转发众筹的一段文字 加一个链接 嗯 就是有大病的众筹 捐款 啊 您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蹊跷 或者有什么欺诈陷阱什么的 或者属于 属于不属于诈骗 跟你们这样说啊 嗯 他这个就是 现在我说句实话啊 我不怕得罪屏幕前的叔叔阿姨 因为我自己有公共的婆婆 有爹有妈 对 他令老年人现在一种占小便宜的 心态 对 啊 你 你像有 你 你忘了 那时候我爸弄那免费的零酒 其实我殊不知 这个时候实际上啊 给他发过来了 实际上就这个时候 他已经那手机在别人手里空了 对 我一直跟我爸说 您千万别信 别你们别转发 别弄什么怎么怎么着 这那我给他说 半天说一大句话 一个字没理我 没理 实际上啊 这个手机现在在别人手里操纵着呢 对对 知道吗 这销售员他给被操作了 对 我爸哪会呀 你包括 我家老太的经常出去说免费零这零纳的 怎么怎么着的 最后 终究会有人来替你买单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对对对 就是屏幕前内啊 不管叔叔阿姨还做儿女的是吧 你们的父母是吧 叔叔阿姨们 你们遇到没遇到这种事情啊 别人因为这种事情造成了一些矛盾纠纷就不晚了 就是还有纵然大家有爱心是好的 对对对对 说谁家真的很贫困出现有疾病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了 最起码你得知道的或者是你得了解的你去转发 他就是利用你这个心态 对 你看你一转发出去说哎呦咋也知道这是我身边的一个邻居的一个家的什么什么一个孩子或者说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人 人特别好真的是真人真事这那的 那你的朋友就想哎呦妈呀这是他身边的人咱帮一把吧 就是当然我还是说有爱心是好的 如果是真的还好点 对 如果说是假的呢 现在就怕这种事情他利用这个 骗取那好心人的这个同情 你们明白这个对不对 你看那个阿姨说的啊我朋友回来跟我说的有捐50的有捐100的 咱耳朵有好多捐 你看看这时候您这个卫生纸是免费零的 谁来替您买的单 最重要他是利用您熟人的这种关系 你明白吗 对 假如您真认识这个人您转发了说这身边的真事 对也无所谓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希望就是屏幕前的尤其是我发现了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全都是叔叔阿姨 在这排队一窝蜂的一堆人 我真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啊 我希望大家就是引起一下警示 对 大家觉得这个事是不是一些陷阱和圈套 或者说您觉得无所谓是吧 大家互相评论一下 您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 对 是不是 对 欢迎分享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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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